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感谢秀吉的介绍 刚刚前一位高学主管已经拿到了RMP跟PPA 那我这边就顺便分享 其实敏捷还有一块就是ACP 最近Roger老师应该有在推CSM 因为他是全民台湾第一个CSD 很荣幸在Roger老师的带领下 拿到PMI机当证照 那SPE是的确台湾人比较少有 那因为PMI拿到PMI相关证照大概一块三年 那跟前一位学姐一样 也是为了想要renew然后继续学习 所以我就找了一张比较简单的证照 跟时差有关的 如果你念的是600以前的 证换时成平成沟风台最厉害 这应该都记得起来 那其实RMP就是考风 就是风险 那SP其实就是考里面的时辰 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分两段 一段就是跟怎么准备SP 那后面一段是会讲跟怎么renew 因为刚刚立秋节有讲到AI相关的技术 应该是现在PM所需要具备的技能 那其实有不少 算还蛮容易上手的AI的相关证照 尤其是生人是AI 那没有几张证照 然后可以拿证照 又可以renew 其实还一余多事 那这是我 就是当初七版的第一个 考到七版第一个PMB 那也是在长虹的 也是长虹的学员 那我在某家电影公司 刚好今天很开心 前面一位学姐也是HR 不过我是进公司混了蛮久以后 大概在2021年吧 才跳槽 在昨晚跑道 开始进公司 一开始是RB 开发人员 然后后来做过系统 然后PM 有做过PDM、PGM 离开产品单位 最后几年都是在做专标案 所以那时候 专案管理其实用蛮多的 只是那时候 还没有一些专案管理的经验 所以一开始做专案蛮辛苦的 今天这种人不是我 这DM是当初 考上PPP常常帮我做的 那一直也找不到 比当初更年轻的照片 所以就一直放在这一张 那当教练的时候 如果跟我相见的话 你也是看到这一张 那接下来讲一下 我的专案管理的路 认真的路 最左边这一排 应该如果你是拿7版的 尤其是现在3.1的教材 可以知道这几个 大概就是从预测式 明洁式 那个是工具 然后我会分三个面向来讲 那刚刚立秀杰有介绍 PMI最近出了Kickoff的征兆 就是如果你对预测式明洁式 不太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做这两个测验 然后做完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两个征兆 其实还蛮有趣的 它都是全部都是实例 实际的案例 那大部分的人 都会从PMP开始考 那如果你看到我刚刚浮现的顺序 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公司 当初先派我来考PPA 然后因为做专标案 我刚刚说做专标案 就去拿ACP 那之后才考7版的PMP 那RMP跟SP 它比较像是一里宽三寸深的概念 就是你在PMP 十个知识里面都有学到 那RMP跟SP就是挖掘的比较深一点 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PMP该教的应该都有教到 那常常其实也讲的蛮多的 那有些东西可以自己看一看就好 那RMP现在常常应该没开了 所以这可能就只能靠自己 那敏捷PMI 是有一张ACP 里面DDoS光 看板 Lin XP Crystal 还有一个我忘记 因为是太久了 那现在当然还有DESM的敏捷证照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的 可以找多佳老师上CSM 那台湾唯一的CST 然后找Lin老师上看板 台湾唯一的AKT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敏捷方法 敏捷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就是最适合你企业组织文化的方法 那延伸到第三列 PM应该有哪些能力 就是刚刚立秀姐讲的 就是要有第三只手 PM要有第三只手 你才可以 不用那么忙 不用瞎忙 我想在场的PMP 应该都知道 PM80%的时间都花在沟通上 但我个人的想法 是依据PMP的人才金三角 沟通是着重在PulseSkill的能力 那AI是不可或缺的WW 什么Way of Walking 我其实有点忘记了 它的原文是什么 它可以帮助PM脱离虾忙 酒精 自我介绍讲的有点久 接下来见到今天第一个 炸掉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怎么准备SP的 大概也跟黄金分有关了 就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 每个人考上的动机不一样 比方说刚才的学姐她是为了要学习 我为了要renew 那我的想法其实差不多也是类似的 这一次也是因为刚好满三年 所以想说考 我几张PMR还是征兆来renew 那原因一定要自己去探寻 有明确的动机你才会有动力 因为我念的是六版的教材 那时候还没有七版的 那七版以后其实对EVM 实货值那边讲的蛮少 但是我们公司很多大型的专标案 都是用实货值在管理的 政府专标案其实也有些单位都有 所以我就想说多了解这一部分的知识 那获得知识最快的方法就是考证照 所谓学习的3C 第一个C就是certification 那考SP要准备一些什么 从handbook和ECO可以知道它就是考这两本书 不过PMBug是四版的 那schedial就是食物的标准是三版 但是我刚好这两版都没有 我也找不到什么电子书 所以PMBug我是拿文版的 那standard我是由学长 给我二版来看 那最后一个图是因为我之前有在用redmine 管专案 那最近改用click up 然后click up上面它有个功能叫做 那个time tracking time tracking 它可以几乎花多少时间 所以我标题我算写60个小时 实际上大概花了67个小时 11分钟 大概考到这样这份照 那虽然说考的是10成 那我觉得其实其他题目里面有些知识领域 可以看一下就参考红字的部分 就是我记得一些关键字出来 这是应该你要了解的 那比方说我举个请近期的例子来讲 题目大概是说市长对你目前执行专案 小有兴趣 major is a little interest 那请问你应该用什么策略来管理它 那这我想这个图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 就是常常讲的里面有的 当它权力很高 但是并没有很关键点的专案 这时候应该会落在 Keep Satisfy Keep Satisfy 这边嘛 黄色这一块 如果听圣达夫的搭配 我一定会听到这一段 到现在 后来考SP才知道 因为他当初是在讲这个 因为他当初说 连这种题目都会考 的确SP里面就考这个 那知道所有要练习的内容 接下来就看配分 因为配分会决定我们准备的策略 从一期二来看 我们大概SP 60%都是在第二第三个part 就是规划跟监控 然后我记得有一题是说 专案经理 花最多时间在哪一个阶段 那里的选项 我就直接选monitor 因为斗面上它占最多分数 所以我就觉得最多时间 就是在花在monitor 那底下还有几个重点 就提供给有兴趣的人 社会的部分 当专案期程超过一年的资讯不明确 应该用什么方式 比方说他选项就有 瀑布式啊敏捷式 永浪规划 还有不做 不做规划 那记得跟考PMP的时候一样 就是不要动不动就选敏捷 只要看到题目有选敏捷 一定要深思熟悉过 他是不是真的在考敏捷 这题我是选Rolling Wave 那EBM 不再像PMP 它只考Variance跟Index 这边会计算题 它计算题也蛮多的 考试技巧一样 就是从文具开始看 有时候前面会告诉你很多资讯 题目的资讯很杂很长 告诉你什么 专案总预算 BAC 现在花了多少钱 AC 一年专案目前来到第五个月 已经完成了40% 所以你是要PV跟EV 但是最后问你PV是多少 其实还蛮简单 就是你的BAC乘以40% 第五个月 十二分之五 对 那SWOTS这边至少靠10以上 所以SWOTS算蛮重 那PDM FS SF FFSS 这些关系 还有Relax 这些 使用上要懂 因为它题目大概都出情境题 然后选项就是问你 全部都是情境题 那要进 所以一个重点应该是要进吧 应该要考五六题以上 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的题目到底是问你 Critical Path 还是Near Critical Path 因为差一个字就差很多 所以选项答案就不一样 然后它整个考试时间跟AMP一样 都是210分钟内考170题 那一样有20题俗称所谓障碍题是不计分的 所以你看到你觉得选不出答案的题目 果然就mark掉下一题 考题的类型 它虽然说有Multi-choice 你这边没有 那有 这边170的Multi-choice 但是我遇到都是单选题 我不遇到复选的 那知道Why跟What 我接下来讲How 就是我要怎么五个步骤快速的通过SP的考试 那第一个一样也是要履一送审 那就是你要透过BMI的审查 你才能去付钱交费考试 那其实我觉得比较麻烦是说 去哪里找到那30个PDU 那这边就提供 之前的学长提供给我的课程参考 那我就看到网络上有 人士拿那个Microsoft Project的Servication 那30个PDU来报了 可能也是过了 因为它后来也拿到证照 那第二步 常常学院定制到第四周 我们要做萨学文明 我们要定日起 画压 定到哪一天考试 卡刷下去 就会是你考试的痛力 记得我去年7月 那时候去大阪庆生 那天早上 我预约5点半接机 然后4点半考DP4而已 那是Azio的一张证照 很有压力 说对啊 要出国了 那时候还在考试 那先月考场到时候会不会念不完怎么办 大家还记得 如果你是CSM或是Azio 你应该有记得那个敏捷的道三角形 那教材版前面应该就会讲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正导三角形 跟那个State Symmetrix 书是由你念不完的 念到刚刚好就好 多念都是念给自己心安的 那这句话是我底下有一个学员 对不起 他是176的 176的PMP 他在开课三周就考上 大概是这样 那同时还在准备硕士的毕业 跟准备考博士班 超厉害的 那第三步 请把策略就是决定什么不念 因为PMP Bar有一本 再加上什么标准 其实蛮多东西 那PMP Bar的四版 其实去看广 跟五版 跟五版或六版 差异就只有差在 以前那个叫做 Result Management 以前叫做State PMP Management 那结束采购 他不在那个监控 在不在监控 在结束过程中 那时候也没有所谓 利害关系人管理的四领域 那因为我只有找了 我版电子书本 想来当参考书目 可是最后时间不够 所以我也没有看 那实物标准这一本 大概 那时候我拿二版 那总共156页 看起来好像很多 那实际上了解 第四章是在讲Component 第五章是在讲 那个Component的Index 这两个我看不出来 跟ECO有什么活完联终 我直接就跳过 或者第一章的Introduction 就要才马上三十四页 所以其实很快就看完了 我英文就播好了 所以其实我是一段一段 扣出来Google 去翻译程中念 就大概再念个一两次吧 那第四步 模型测验 当教练都会跟学员讲说 你不要光一直念书都不考试 免得念书方向自己不知道 那SP没有常用的浮考性 我们怎么办 那反正就是找那个Marktest 但是把握一个重点 就是你不要用考古题的心态 来被答案 对 常用心反用下去 每一个错题好的作业 对我来说 模拟考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是让我自己掌握 210分钟 这个时间感 毕竟离我上次考PMI的考试 已经有三年多了 那第二个是 我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念到 比方说我刚刚不是说放弃 直接放弃那个第四章 第五章吗 到政治考试这些都没有看到对应的题目 让自己比较心难 那这边在考模拟题的 在买模拟题的时候 也给大家一些经验分享 就是不要相信这种 他在留言里面 就底下很多人说 那个考题好棒棒啊 他只念考题一个礼拜 上完考试就过了 一次就过了 通常都是鬼车蛋 不太可能 那第五真实上场考试啦 模拟车银跟实际考试一样 就是反正考过PMI的考试都一样 都知道 真正考试跟你之前接过的考古题都不一样 我情况大概只有10%左右 是可以类似然后没有选到答案的 然后第一个不能先上考试 我一直以为 PMI所有的考试都可以上线考 结果想不到SP没有 还好我提早预约啦 那不然实际考试厂也蛮难约的 不过SP这一门 我建议大家线上考试 因为线上考试 你不能准备自己的字笔 你只能用它的电子白板 但是在决定你要画那个耀镜 或是计算EVM 其实传动的字笔还是比较快 那导览的时候 荧光笔跟三出现也都没有 在RMP 考RMP的时候被骗过一次 那这是前面导览完的很爽 进去才发现 这次考的时候没有 光笔跟三出现都没有 那考试最后一个重度要干嘛 加班吗 还是要念书 上班跟上进之间 我选择上一项 就去拜拜吧 但这句话不是这样用的 只是跟大家讲说 考试去拜个拜 结果会心安 因为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件大事 前面五个步骤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保持稳定的心情上场 往那天开考半个小时 往那七点 七点就可以进去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八点 八点是正式可以预约考试的时间 那七点其实就可以进考厂 他们员工蛮找到的 那时候就遇到九月一来最大的地震 皮尔森在12楼 然后真的换得超严重 我都怕那隔板会倒下的 然后里面四个人都很单人的考试 最紧张的应该是监考换 因为他香港人 因为听说香港没有地震 这件事告诉我们 正成这样你都不紧张 看到博物的题目 你更不需要紧张 因为上半场真的蛮难的 媒体都mark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 有算那个生产力的 多少天完成 那选项里面我找到答案 我还重复算了好几次 我都找不到正确的选项 就只把当张爱题跳过 那越到后面 那个秒答的容易的题目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不要自乱正巧 就是你把题目点完 你正照就到手 那这边我就去整理了台湾 取得PMI相关证照 大部分人考应该说PMP 一万两千多张吧 大概一万张都是常用学院 那这边SP 在这边 台湾只有八张 所以你想要充各位数的 我后面还有一个 可以去考 后面第二个大概就变成两位数了 那PFMP 从我考到PMP 去查的时候就是六 到现在还是六张 所以看来这一张还蛮难的 那右边这边 以前他可以查全球的啦 但是后来那个工廊被拿掉 一定得拿个选一个地区 后来我是问Rail 他在每年好像有一个report 这是去年report 那时候全球的PMP 大概是140 快150万吧 现在已经超过了 第三个part来讲到患症 既然刚刚讲了说 我们要去考新证照Renew 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学习新的知识 那我个人觉得既然你是要Renew 目的是要你学习 那考照就是你最快的学习的方式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多张证照一起Renew 会比较划算 大家应该都知道Renew的时候 一定要落在你的会员的有效期 不然一张一张换还是蛮贵的 所以如果可以全部一起换 就等于是付5次的会员费 然后其他全部就是Renew的60块 尤其是当年还有考证照那就更深 那如果你有多张证照 你会看到它其实Renew的时候 这边上面几张都是灰色的 在PowerSkill跟商业免贵度都是灰色 意思是说你有5张证照 你只要PMB输入一个PDU 你就可以同时拿到5个PDU 那是不是很划算 那如果你不想花钱 不想花时间去上课考照 那这边也有不少跟AI相关认证就提供给大家 等一下长龙应该也会说吧 大部分是免费的 那PMI第二张这个Data Landscape 这个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要19块 那如果是会员就免费 那也不难啦 那这些那第三个是SA的 Song Alliance的 那边全部加起来大概半天就可以搞定 然后把连结都放在简报里面 之后立修姐会提供给大家 那后面就有认证考试 那算是小考吧 其实不难你也可以OpenBook 那大部分也都没有时间限制 只有一个有吧 这个Pandor 它有90分钟的限制 然后Google的25分钟 不过它才5题啊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对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讲一下其中第一张的做法 首先就是进入到网址 这个网址去买课程 就跟我们报名PMP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它拿Renew 可以换到5个PDU 而且它第一张 它是不需要在会员有效期的 PMI真是否信 就直接可以拿到5个PDU 那买完以后 因为它是0元嘛 所以你就点进去 它到你的公务车 你就直接确告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那个 买Dashboard 我的仪表板这边左下角 有一个那个课程很酷 Course Library 因为我已经考过了 所以它就是在第二个table 那个Complete course 如果还没的话 会是在inprogress里面 还没上个应该在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就点课程了 就去进去看 开始看影片 前面几个大概都5分钟不到 有的2-3分钟就看完了 看完记得要点右上角有个打叉 你问我接到图 这边可能没接到图 就是右上角有个打叉 要打叉叉以后它才会变 回到列表才会变绿色的打勾 就表示你完成这个课程 那第六个part的那个knowledge check 那就是小考 比方说第一个overview 这个大概有15题 对那只要通过80分 就可以去credit证兆 大概就这样 那其实我把解答 其实都扣下来了 我有兴趣 我放在Udemy 那coupon coupon就是常用的HP的providerID 就把这个输入进去就没有钱 好像不能免费 一定要输入coupon 这是全过了100了 所以上面的答案应该都是对的 那如果你说我不想考试可以吗 这边就推荐他们也不过的活动 那活动多到你根本没共参加 我自己就是挑几个 以前比较有7、8 然后17 然后1跟20 1是squam 20是看板 几乎没有参加 那现在比较常出现的 大概就是在4吧 大型敏捷跟20看板 对 那PMI官网资源 如果你的会员还在 其实上面东西也蛮多的 有很多那个影片可以看 部落个文章可以看 这些都可以做 那如果你对 职工 PMI职工有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 也欢迎大家来 弱势教育的群组 打了一个 PMI台湾的 那个InPay Out的专案 我自己是参加那个 在北投的 那个叫什么 父女中心 玩小朋友的桌游 带小朋友玩桌游的活动 那个月有一场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最后打广告就是 今年专案经理大奖要开始增建 4月要开始 所以有兴趣投稿你是PM 你觉得你是个称职的专案经理 你想来 甄选的也赶快报名 到5月31日 只要报名就好了 之后的要相关的内容 那个 奖项主委会跟大家说明介绍 有兴趣也可以来 来问我可以跟你分享 我当初是投稿的 那后续你还可以准备一些什么 如果你打算走PM这条路 这是我个人认为 应该要具备的技能 技能数 打电动不是常用的技能数 全部点满就升天 没有啦 这是我个人推荐的几个方向 PMI的 Squangline SquangFog的 看板的 其实不管黑猫还是白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我用对岸的一句话 那我想预测式敏捷式 只要你能让客户满意 顺利完成专案的方法 它就是好方法 这些就是Roger老师的一些深课程 我记得之前可以跟各公司的CEO去上课 刚刚那个学期应该是代表公司的CEO来上课 上课还可以做成人脉 就像去上研毕业一样 那这一页是柳丁老师的看板课程 大家常常会讲到这个图嘛 什么又要快要好要便宜 又是滚嘛 中间应该是滚 那这边 其实你可以点它 到时候简报你可以点它 要快要好又便宜 点它它有优惠 好 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边 有没有回合我会提供给李秀琪 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看看 因为很多都是连接 你需要点进去的 患症不难 只要你愿意开始就可以 拜拜 拜拜